玉里镇公所也在玉里国小永昌分校举办了玉兔迎春跨年晚会活动 不仅有精彩的表演节目还有绚烂的高空烟火秀 和民众一起万事主义迎新年玉兔迎春望全年 晚会以Saxphone表演作为暖场为节目揭开序幕 由玉里镇在地表演团体学校皆需演出 并且邀请实力派的乐团 咸猪肉 光芒乐团 原动音乐方 节力乐团 轮番上阵 竞歌接力 嗨番全场 镇长龚文俊表示天气虽然寒冷 但是现场贵宾以及民众的热心参与 加上表演团体精心准备的演出 丰富了整场的活动 带给证明一个温暖又难忘的跨年夜 店长徐真卫以及立委傅昆奇夫妻两人 来到玉里祝福民众再新的一年健康快乐 并且持续照顾花莲中南区的民众 我们今年的跨年非常非常的丰盛 花莲南北南北175公里 一共占了西部的六个县市 真卫待会虽然没有办法 亲自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倒数跨年 但是真卫在我们的太平洋会场 跟我们玉里的乡亲一起倒数好不好 为了辉别2022迎接2023 玉镇公所在玉里国小永昌分校 举办玉兔迎春跨年晚会活动 不仅有精彩的节目表演 还有殉烂的高空烟火秀 和民众一同万事如意迎新年 玉兔迎春望全年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